國旅大爆發 觀光旅遊業者都靠國旅 來緩解疫情衝擊 但交通部當初規劃 安心旅遊9月開始 一路補助到10月底 後來為了維持旅遊熱度 提前到7月開始 但原本匡列的39億預算 現在只剩3億 可能9月初就要喊咖 到一兩百家 我覺得都還是預估的比較少了 影響從業人員 我估計大概會影響到三分之一 大概有一萬多人 業者與交通部行政院多日溝通 觀光局目前擬定三個方案 分別是爭取預算加碼 補助額度減半 以及補助提早截止 行政院表示9月底之前不斷吹 但是後續還在努力 那就需求面實際看看 預算上能不能支應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持續 給产業給予補助 如果到9月底 其實跟到8月底是一樣的意思 所有後面延伸的旅遊糾紛 都一樣會跑出來 國內觀光旅遊業 雖然有紓困益注 但國境封閉方向不變 可能要做長期抗戰 政府恐怕還得多幫幫忙